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价曾经还一度接近于1澳元一公升 但是呢 现在不到短短半年时间 油价已经上升至了1.6澳元 也就是说涨幅达到了60%之多 想当年啊 不用想当年 就是在去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 油价曾经还一度是达到了-30美元一桶 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 如果你在市场上卖出一桶原油的期货 事实上你是不但收不到任何的钱 你的账户呢 还会被扣除30美元 当然了 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 很快油价就重新回升至了5 10 15 20 之后呢 就是稳步上涨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油价从-30涨到现在的正的65 来回忆下的变化呢 惊人的达到了接近于100美元 大家可能要问这油价连续的上涨 真的仅仅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吗 那么今天我们先从油价来说 先说一下油价上涨的原因 之前也说过 第一 是由于疫情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地区的出户恢复 第二呢 则是因为现在各国央行连续印钱 导致的货币滥发以及纸币的价值在下跌 第三 那就是因为在过去两周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中东爆发了战争 因此呢 对于中东产油地区的这个 航运路线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以上三个原因是油价最近上涨的主要原因 那么从油价这个现象中啊 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呢 大家有的时候啊 就像我们早上做节目一样 从2014年做到现在已经做了整整八年时间 在这八年时间中啊 咱们都知道呢 抗战都已经结束了 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 但是如果收音期间的朋友们 或者是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在过去几年中 也许听过我们说过 说过很多产品 说过国内的这个王石和他的地产公司 说过深圳地铁 说过呢 美国的特斯拉 说过中国的阿里巴巴 各种的产品都说了一个点 但是大家听完之后 是把它当做一个闲暇娱乐或者上班开车时节目的这个节目呢 还是说我们的节目能够对你产生一些影响 改变你的一些思维 我们知道人的固定思维是非常难以被改变的 什么叫固定思维呢 咱们举个例子 就是有两个股票 一个股票是八块钱 一个股票呢 是八十块钱 举例 比如说昆士兰银行八块钱一股 联邦银行八十澳元一股 正常的普通股民首先都会 第一反应就是联邦银行太贵了 肯定不买 要买就买便宜的 八块钱 涨到二三十 那就是两三倍三四倍 你说八十还能涨多少呢 同样的 当原油也好 或者其他产品也好 它的价格严重地下跌的时候 很多朋友们也会想 都跌了这么多 我们不敢买 它万一继续下跌呢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思维 被自己的一种固定模式所束缚 那么事实上 八十澳元的银行和八澳元的银行 还是具有巨大差别的 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里面 那就是八十澳元的银行 涨幅要明显多于八澳元的银行 同样 我个人的投资逻辑也是 要不就不投 要投呢 就会选择使用 或者是投资行业的龙头股 因为龙头股有它的战略性优势 就是它基本垄断了这个市场 或者是市场里面保有率最大的一个公司 因此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来说 为什么价格那么贵 是有它原因的 英文里面经常会说到 这个premium price comes with premium service 也就是贵的价格 有贵的道理 通常贵的东西 都会是带有优质的服务 或者是产品之类 我并不是因为告诉大家 一定要买最贵的 但是不管我们投资也好 或者我们做生意也好 甚至于开个奶茶店也罢了 很多时候 千万买东西便宜 它不是我们首选 要搞清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去寻找你要买东西 它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是否有核心的竞争力 这一些才是我们去选择一个生意 选择一个股票 或者选择黄金外汇 等等等等任何东西的一个核心价值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们话题部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十有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